谭松运出演的宁萌 从一个刚毕业啥也不懂的小白 最终逆袭成为投资总监 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 宁萌是一个十分有冲劲的打工人 奈何资本总裁陆继鸣 真的很欠揍 时常为难宁萌 像个保姆一样使唤宁萌 而宁萌面对如此极品的上司 也只能屈服在陆继鸣的权利之下 但是宁萌想要成为投资人的梦想 一直都没有改变 白天还要做出的 伺候陆继鸣后 晚上也会自学 只想有朝一日 自己的梦想也实现 但是每一次冲净满满的时候 就会被陆继鸣泼冷水 还认为是宁萌没有这个能力 只能当一个小小的总裁秘书 这就让宁萌十分的生气 一怒之下就从原公司离职 追求自己的梦想 宁萌的离开 陆继鸣才意识到自己 平常对对宁萌的使唤不是依赖 而是爱上了宁萌 最经典一幕 陆继鸣动情偷亲宁萌 柠檬小脸瞬间修红折磨 画面太甜腻 两人也终于确定恋爱关系 对此两人是不是很有CP感 欢迎留言评论